這社會是多麼的不友善 不友善讓他們只好做出這樣的選擇 魚二王可元揣摩殺人魔太超過 導演極喊堪 這是駁回了李小明律師的上訴 要求維持二審判決死刑定言 我們魚二的距離中 王可元飾演殺人魔李小明 以為了揣摩角色 開始一連串寂靜手段 我在拍魚二的時候就是 因為軍養導演希望我讀 一個東西叫存在主義 然後借我讀讀讀 主要最後他有叫我先狂歡 因為他可能覺得就是鑽得太深了 我那段時間是完全不跟任何人聯絡 我最好的朋友也找不到我 然後也不知道我在幹嘛 我刻意去做一件事 是我把我生命當中 最喜歡的事情全部都剔除 因為我覺得小明這個角色 他一定是某種程度上也是這個樣子 他沒辦法做他喜歡的事 或是他做他喜歡的事 不能得到成就感 所以我就不打球不健身 然後讓自己的狀態一直往下掉 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 我記得我2018的前 反正都是沒有什麼在笑 也笑不太出來 所以那陣子有家人 或是你會自己這樣 你會發現有什麼壞話嗎 他們找不太到我 我只會說沒事 或是好 或是把選舉打開說我已經讀了 他們就知道我還活著 我還活著 而且我是有 我在就是拍戲院的 放在那場戲 那個時候我大概從 拍那場戲的前 一天晚上就開始不吃的時候 就是很爽 然後我躲在房間不出來 我還走去拍攝現場 我只有兩隻掌聲 那最近都已經有 然後我去到現場之後 有一種很亢奮的感覺 我之前那時候 我們有遇到經文獻 經文獻就過來跟我們說 好可怕 然後就 就不要走 好可怕 不用怕 那時候都是 都是真的 洪可元在了解 真實死刑犯個案時也發現 他們背後都會有一個 讓人很心碎很心碎 心碎到不行的故事 就除了我們去想說 他為什麼 為什麼要一直殺人之外 真的要去了解 就是你必須進入上 那個社會的結構 跟社會的脈絡 你才可以知道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 他們可能從小 就是這個樣子長大了 然後長大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這樣子面對 這個社會 然後這社會 多麼的不友善 不友善 他們只好做出這樣的選擇 他們還是做得很可惡的事情 都沒有錯 但我覺得更該去爬出的是 他們在社會結構裡面的地位 或是什麼 他可以怎麼被幫助好了